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老师,我为什么要上学? 今天,菲儿的学校开学了。 菲儿拉着老师问,老师,老师,我为什么要来上学? 呃,你的问题可真奇怪,不过我现在可没有时间回答你哦,我得去迎接别的小朋友,你先进去吧。 菲儿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嘟囔着。 我来上学,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菲儿的毛毛熊嘟嘟,出主意说。 咕噜咕噜,如果老师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去问问别人吧。 铃铛铛铛,你说说,你,为什么你要来学校? 铃铛用严肃的口气回答。 听着,所有的人都得上学,就是这样。 叮铃铃,叮铃铃铃,当我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教室里面去上课。 咕噜咕噜,这个铃铛一点都不幽默,它只告诉你所有的人都要来上学,没有说为什么来。 也许,在学校不该问这个问题吧。 嘟嘟拉了拉菲儿的手,咕噜咕噜,那边的楼梯可能知道答案。 楼梯楼梯,你说说,嗯,为什么要来上学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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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每天都被踩来踩去,已经累了,没有力气去想了。 唉,嘟嘟爬到楼梯的栏杆上。 咕噜咕噜,它只是想告诉你它的感觉,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来上学。 也许,是我的问题问得太笨了。 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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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楼梯太累了,我们就去问问那边的小男孩吧,你瞧,他看起来很有精神的样子。 嘿,同学你好,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来上学。 男孩看着菲儿,笑着说,我星期六会和爸爸去游泳池游泳哦。 嗯,真棒,科比待在这里好多了 嘟嘟拉着菲儿走进教室 咕噜咕噜,他只是说他星期六要去哪里 没有说他为什么会来学校 不过,不用担心,那边的椅子可能会告诉你答案哦 椅子椅子,你为什么要来学校 椅子小声回答道 为了你能像我一样,舒舒服服的 坐着听老师讲课呀 可是,我更喜欢自己说,而不是听老师讲 嘟嘟在耳边悄悄说 咕噜咕噜,对呀,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问嘛 我们得去问问那些彩笔是怎么想的吧 彩笔彩笔,你们为什么要来学校呢 为了读颜色呀 菲儿抱起胳膊 可是,我宁愿什么都不做 嘟嘟跑在菲儿的前面 可是,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很无聊 我们再问问别人吧 正好,那边有一个皮球 皮球皮球,你为什么要来学校呢 皮球一边滚来滚去,一边说 你知道的,皮球就是很好玩啊,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玩 可是,来学校不是为了学习吗 嘟嘟干脆躺到了地上 咕噜咕噜,学习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唱字母歌呀 好了,现在我们该进教室了 哼 你好,叉子,为什么你要来学校呢 叉子得意地回答 哼哼,叮铃铛铛 这还不简单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啊 嗯,好吧,可我还是喜欢用筷子吃饭 嘟嘟拉着菲儿走开了 咕噜咕噜,午餐结束了 我们去读书馆问问吧 书啊书啊,你说说,为什么要来学校呢 只有这样,你读我的时候,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呀 哼,可是,我才不喜欢看书呢 我只喜欢看电视 嘟嘟摇摇头 咕噜咕噜,不对不对 你最喜欢妈妈给你读故事书了 走,我们去那棵树下面看看吧 大树大树,你为什么要来学校 哗啦,哗啦 大树抖了抖身上的叶子,慢慢地说 为了长大孩子 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小树苗呢 你看,现在我长得多茂盛啊 可是,我还是希望不要长大 嘟嘟插着腰 小大人似地说 咕噜咕噜,长大后你会很开心的 因为长大了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骑自行车什么的 呃,爹,放学的铃声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走出校门的时候,飞儿对老师说再见 老师笑着说 好的,明天见 哦,对了,飞儿 我今天可是一整天都在想你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来学校 就是为了像你一样 提问题,然后自己找出他的答案 也许是吧 可是,我们今天可没有找到什么答案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讲会呗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